伊朗星期六开始审判据称参与伊朗大选骚乱的人 伊朗媒体报道说一些被告是著名的政治温和派人士 包括前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塔西 前工业部长贝赫扎德纳巴威和其他人 媒体报道说被告总共有一百多人 当地媒体报道对他们的指控包括携带武器 破坏财产和为外国媒体写文章 被告还被指控其行为危害了国家安全 报道说被告人的罪行都有照相记录 他们的同伙仍然在逃 据报道自伊朗六月十二号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以来 在当局的镇压抗议行动中有数千人被捕 至少有三十人被打死 许多被拘留的人被释放 但仍有两百多人被关押